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明几个事情 有些人说固定的压法 比如说我装一手装一手弦 一手装一手弦 这个是不是随机的打法 我觉得结果如果是随机的话 那么我们压固定的其实就是随机的 所以我想证明一下 我们如果压装弦装弦 这样一定一直压下去 出现的结果会是随机的 就证明这个事情 第二有些人说模拟器的结果不准 我想证明一下 模拟的话和压固定装弦 是随机理论的是不是吻合 因为我们打牌自己不能打那么多手 有些人说世界上有几亿手 我们不可能都给打遍了 我们根据一个现实情况 我们打 我们大概估算一下 我们模拟的次数越多 我觉得数据越接近现实 因为你模拟两手 你赢了一万块 那你一平均两手 这个数字变化很大 如果假如说我们模拟了1000手 那这样的话 你说我这把赢5000 那平均来说这个数字 可能就增加了5块 因为我们模拟 我们是比如说用500块钱打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 输赢的话就最多是一万了 当我们模拟到一万手的时候 真的就是说 赢一把最大的和输一把最大的 基本就差个一块钱 就改变不了这个数字了 所以模拟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数字就非常接近真实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环境 我们先说一下 根据百家乐这个公开的数字来说 每桩 押桩每押100块 它这个house edge是1.06% 就是说押桩每押100块 输1.06分 押钱每押100块 输1.24块 那我们这个这个随机压的话 平均来说 那我们两个加起来一除 注意二 简单的这么理解 可能会有点偏差 大概就是说你平均压一块钱 你差不多输 这个平均压100块钱 输1块1毛5 我们这个模拟呢 是每靴打70手 我们打满600靴 这个怎么来的呢 我就根据说 每天差不多打个两学 这个打两年 这个300天 就差不多600 凑这么个数字 我呢 这个推崇的是平柱 但是我们可以说 这个加一个小小的变化 看着不是说那个完全平的 实际上这个数字 看着更真实些 每学第一手我们打1000 第三手打2000 其他68手打500 这个没什么原因 你说你说我这个对这个数字不满意 我想这个第一手打2000 第三手打1000也可以 我就这么随便选这么一个 稍微加了一点 那个不同在里面 每靴呢 这个押注70次 所以我们每靴下的钱是多少呢 加起来就是37,000 这个通过算这个每100输1块1毛5的话 那么我们这么算呢 压37,000呢 我们每靴应该 实际上应该输425块5 那这个呢 就就接近了这个应该的值啊 接近概率的值和平均的值啊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这个模拟呢 这个600学之后呢 会不会接近这个值啊 如果接近这个值呢 呃 基本就差不多了啊 就说明这个这个模拟呢 还是说基本可以的啊 另外呢 我这个模拟呢 既然模拟了这个随机啊 那我也把我们这个虚拟玩家啊 我自己那个保守性虚拟玩家这个放进去 比较一下 看看是不是 呃 有这么个平均值啊 看看这个效率怎么样啊 呃 这个虚拟玩家呢 呃 我觉得啊 应该赢一点点啊 说为赢一点点啊 非常小的一个百分比 1%2%也许啊 仅此而已啊 做一个测试 呃 这个测试呢 就是呃 看起来比较闷啊 不停的测试啊 如果你要想看结果呢 你就这个往前拉一点啊 这个测试可能大概有个10分钟啊 你就可以拉到10分钟之后啊 看我们这个结论怎么样啊 这个也可以啊 测试时候呢 这个我放了一个这个 一个网友推荐的一个 呃 爵士乐啊 我觉得非常好听 大家也可以 这个欣赏一下音乐啊 呃 也不是一件坏事 呃 好了 那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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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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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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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虚拟玩家有多好 会赢一点点的可能 赢得很少 所以你要想赢大钱 得靠这个时间的积累 每一学赢一个筹码 每一学一个筹码 如果每一学一百手 赢一个筹码就1%了 那这个70个可能 一点几吧 很少一点 这个在我的想象之内 不是很多 一点点 可能比我想象的还高一些 我们看这个随机 我们是装闲装闲装闲 这么牙 我假设这个是随机的 我求证一下 我看一下结果 结果的六百学输了 246,525 平均每学是输了 410块8毛8 这个数字呢 跟我们这个对比一下 这个纯随机的美学 应该输425 这个就非常 算比较接近了 对吧 因为我们算这个 一开始时候 可能没有考虑这个 装闲的分配 对吧 大概差不多 不会差太远 美学应该输 这个400多块钱 所以我们这个 基本可以证明 这个如果说有人说 你能不能随机压 那我随机压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 就应该是装闲 装闲 装闲 这么压 测试的多的话 这个结果就是随机 我相信 如果你打装装闲闲 装装闲闲 下来也是随机 你这个压的 靴数比较多 我们看这个牌呢 通过这么压的话呢 输赢范围之内啊 也就是1万多块钱 所以你说 这个600靴过后啊 你要再平均呢 变化不会太大了 越来越接近这个数字了 你要到了1万靴 我就跟你讲 基本就 赢个1万 输个1万 基本就差不多了啊 一个极限的盘 也不能对这个总数 发生变化了啊 当然我不想模拟1万靴了啊 就是说证明这个问题啊 这个 装闲装闲 这么压呢 就是一个随机啊 这个模拟器呢 模拟这个牌呢 也基本接近这个理论啊 说明这个 这个系统还是基本差不多的啊 有点参考价值 给大家这么看一下 好了 这个因为 做模拟器真的不是很擅长啊 所以视频出的比较慢了啊 这个请大家原谅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请千万不要忘记 点赞订阅啊 那个小铃铛提醒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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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